設定內容區的寬度 大家可以比較這兩個網頁 你看它上面是滿版 可是左邊跟右邊 這個地方是有空格的 可是我們剛剛編修出來的是 從頭到尾 兩邊通都是滿版的 要如何做到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其實大家可以把 右手邊這一個 圖示把它點一下 我們只要複製上面這兩個 複製起來 然後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這個地方其實用的是container 對不對 好 我們在這個 index這個地方 我並不打算去包這個 nevbar上面的這個選單 我就沒有把它包起來 好 那我把它貼上去 那我只是在從這個 動畫的那個 輪波秀呢 從這邊開始包 包一個container 好 然後底下這個地方呢 一樣把它複製起來 好 拉到最底下這個地方來 好 在這個表格嘛 table 表格結束的時候呢 我把它貼上去 好 那意思就是說我用了什麼呢 我用了一個叫做 container的東西呢 從這個嘛 呃 castle 這個地方齁 把它給 包起來 用一個container把它包起來 好 那現在我把它存檔 我們現在再重新整理 原本是滿版對不對 現在重新整理 所以被container包住的 它就會滿 呃 跟外面 會有點外距 這樣子 OK 那這樣的動作 到底是怎麼做出來的呢 好 我們可以回到這個 bootstrap的官方網站 你再點選這個 css這個地方 好 Ctrl F的時候呢 你可以 呃 你可以呢 去看一下 container的關鍵字 其實只是宣告一個container 那麼它就會跟外面有一段的這個 這個 內據 就會做出來了 OK 那相關的使用呢 請你參考一下這個地方就可以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bootstrap它就是把整個 畫面的寬度呢 都把它切成12等份 切成12等份 所以你可以怎麼安排 可以每一個佔一個等份 或者是呢 8跟4 444 或者是66 反正加起來 是12等份就可以 那這邊其實如果用11的話呢 這邊就是1嘛 對不對 啊這邊如果10呢 這邊就是2嘛 反正加起來剛好12就對了 那意思就是 寬度它幫你切成12等份的意思啊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我可以做到一旦 謝謝你 好的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我